有工程师相信今次事件是设计路轨时计算出错 令公子铁城受不了列车带来的横向压力 有议员担心审批和监察出了问题 要求当局尽快交代 陈耀宗再报道 有问题的4号维修轨道用了一年就抵受不住横向压力变形 有工程师说设计弯的路轨的时候 要考虑车轨弧道、行车速度和列车重量三个参数 认为今次设计本身不是太复杂 弧道按图质造较难出错 车负限速又很慢 相信是估算列车的重量和实际有出入 导致设计的时候计错数 我想做设计这条路轨的时候 那部车都是一个设计阶段 所以可能那部车的重量都未曾很准确地拿捏到 任何设计都应该有一个安全系数 我们叫做安全线 我相信那部车的重量也超乎了当时的安全线的估算 所以才令到今次这个环克力超出了 令到车会扩阔了 铁路士仪小组主席田北辰认为 事件反映港铁监管工程顾问出现问题 应该就是没有人懂得计计一个这样的弧度的公字铁 用什么的金属要多厚多阔 所以这次出了事了 公民党的陈淑庄就认为 政府不应该为了急于通车 而简单接纳港铁的报告恢复市营运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只不过是反映了 在审批上面或者在处理地形和设计上面 或者甚至工程甚至到零件 这个质素上面是出现了监察不足的状况 他促请港铁尽快披露公字铁的制造商是谁 又要求政府交代是否需要独立调查 有线烈机者陈尿中报道